太厲害了啦 你看母蝦 250幾公克 公蝦347 跟去年的落差差太多了 你的冠心是100多公克而已 必須說其實一個行業生成一定要有利潤 利潤會差很多嗎? 其實應該會有差蠻多的 因為一直以來我們的泰國蝦 都是透過那種傳統的銷售管道 一般的民眾可能要吃到泰國蝦 一定要去到釣蝦場 或是特定的活蝦餐廳 但是像我們屏東是全台 大概90%以上的產量 我覺得這個活動對我們幫助就是 讓所有的國人知道說 屏東是養殖大縣 然後想要吃新鮮蝦可以來 增加泰國蝦能見度 那其實未來有機會 我們可以透過比如說政府機關的協助 把這個產品直接可以從產地到產桌 我們現在還是要依賴那個傳統的產銷模式 那其實利潤不會那麼好 然後終端價格又比較高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之前三級的時候需求減少 我們這邊的供給量就會差很多 所以虛年就是不到一年時間 泰國蝦的價格就是變到一百多塊 甚至幾十塊 我們蝦農物就是為了停止要賣 這是從來沒有的 因為那一次疫情的影響 所以變成可能泰國蝦不敢養 然後蝦苗場不敢做蝦給我們 所以老是現在泰國蝦又一個天價 從可能幾十塊幾百塊到現在 我們產地價就要一斤三百六 公的三百六 阿母的就是兩百九 所以我們一直很希望就是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活動提高能見度 直接把那個仙蝦送到消費者的手上這樣子 所以這個活動對我們養殖戶的方式就是可以提高能見度 然後讓大家好知道有潮州這個地方 然後養著泰國蝦有一個這麼棒的水準 突然現在我們台灣基本上有六成七成以上的蝦都是從國外去